这个男人可不得了 白天洗黑钱 晚上抱人头 表面上他是一家小事务所的会计 暗地里他可是一台会算账的杀人机器 一英里之外 他弹无虚发 肉搏起来 对手最好的结果就是被扭断脖子 他做账和杀人的手法精准无比 黑白两道称其为会计刺客 然而正是这么一个人物 患有极其严重的自闭症 男人名叫大本 作为一名自闭患者 他从小的生活就充满艰辛 他不仅被其他孩子歧视 就连亲生母亲也对他没信心 好不容易找到个好医生愿意为他免费治疗 结果作为军员的父亲一听 立马不认同医生的温和疗法 他认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残酷的 大本应当学会适应 而不是躲在心理医院中 于是父亲开始给大本进行残酷疗法 他强迫大本忍受强光和噪音 同时严厉地叫他格斗 让他反击那些欺负自己的孩子 在此期间 大本身边的唯一伙伴 只有默默支持自己的弟弟 他陪哥哥一起打架 在母亲抛弃他们时 他还愤怒地指责母亲 最后大本终于成长为 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正常的人 但此时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 大本和父亲难以介怀 便来到葬礼上悼念 可这时母亲的现任丈夫 请他们离开现场 大本瞬间发病 跟对方冲突起来 扭打中 父亲为了保护大本 不慎中枪身亡 大本整个人彻底发狂 之后他被关进了监狱 在这里他认识了一名阿叔 对方表示自己是专门洗钱的 因为现在被黑帮追杀 他被当成证人保护起来 他积极地传授给大本 自己的财务知识 同时耐心地引导大本社交 一来二去 大本对阿叔产生了很深的情感 但有一天 由于财政部探员的疏忽 阿叔的保护监禁被取消了 他被赶出监狱 结果下一秒 阿叔就被黑帮人士杀掉 大本在监狱听闻后 整个人又发狂了 他暴躁越狱 赶到黑帮老巢 冷酷无情地杀死了所有人 这时之前心怀愧疚的探员 赶到现场 大本顶住他的头 探员开始含泪忏悔 他表示 自己虽然工作上愧对良心 但他还有两个爱他的孩子需要照顾 这时大本放下枪 放走了探员 很多年过去了 此时的大本老老实实地开了一家事务所 但实际上 他在利用这一身份 模仿阿叔干洗钱勾当 不过别看他从事黑道 私底下他经常帮来店里的穷人进行避税咨询 还把赚来的巨额财富 捐给了儿时帮助自己的心理医院 而最厉害的是 他拉上自己以前在医院认识的自闭症伙伴 两人合伙搞异警行为 在另一名小伙伴高超的黑客能力下 他查到了不少黑社会的违法交易 并把这些线报偷偷告诉之前的探员 探员在他的帮助下平步青云 他心怀感激 立志一定要找到这名恩人 但因为自闭 大本不想被人找到 在发现探员带人调查他后 他立刻换了份合法工作掩藏身份 可没想到 这个合法工作搞出的事更大 因为查出公司内部存在严重的财务差额 巨大的强迫症 迫使大本想找出幕后黑手 但这时 公司的财务总监神秘死亡 大本也遭到了一群杀手的袭击 大本知道公司一定是射黑了 立马卸下伪装 当即就和杀手们展开队殴 他在英里之外开枪爆头 碰到近身战时 他抽出皮带跟对方小刀对决 在路人吃惊的表情下 他扭断了对方脖子 最后还默默地跟路人打了声招呼 解决完杀手后 大本赶紧来到同事家 他明白幕后黑手 一定不会放过财务部其他人 果然一群新杀手又来了 就在同事命悬一线时 大本迅速开挂 他拳拳到肉 一阵干脆利落地开火后 杀手全部升天 他带着同事来到自己家 同事看到大本的豪车 和所有私藏的财富 整个人都惊呆了 大本没办法 只好说出自己以前的工作 他解释 为了不牵连同事 他会把对方安置到正常酒店避难 结果下一秒 好家伙 六星级酒店 同事非常感动 因为按理来说 以大本财富和能力 完全有时间自己逃跑 但他不仅没逃 还为他准备了这么多东西 大本有点羞涩 原来他一直对这名同事有好感 但自闭的他不知道如何表达 只能够在对方有危险时 用自己的土豪和武力 来给对方安全感 然而他完全没有get到 对方含情默默的目光 在对方睡着后 他起身离开 决定找到真正的幕后黑手 这个男人正在寻找 做假账的幕后大佬 他来到公司的高管处 结果发现对方已经被爆头了 经过一顿分析 他推测凶手只可能是CEO 此时他发现外面有一名可疑人员 他偷偷跟踪对方 却被对方发现了 对方不动声色 猛的就往背后开了两枪 好在大本躲避急时 这才捡回一命 可此时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人正是自己当年的弟弟 原来因为后来从事了疫警职业 大本为了保护弟弟离开了他 弟弟不明真相 加上之前去母亲葬礼时害死了老爸 弟弟对大本产生了误解 雇佣兵公司 此时他正在帮大本追查的CEO做事 在发现有人想找CEO麻烦时 他立刻找来所有手下 在CEO的房屋周围进行严密布置 而大本随后赶到 他冷静凶狠 以常人难以拥有的高度专注力 一个个解决了屋内外的杀手 弟弟在摄像头前看着 整个人快惊呆了 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解决了大半部队的大本也受了不少伤 在与一个士兵格斗时 他落于下风 就在快被对方揍死时 他一个骚操作 拿出对方手榴弹塞进防弹衣里 哐的一声 对方凉了 大本也累得不行 潜意识下 他哼出了小时候犯病时常哼的歌谣 这时听到他声音的弟弟整个人懵了 他彻底看清了大本的面容 他赶紧一枪崩掉想杀大本的手下 来到外面跟大本对峙 兄弟俩震惊相见 紧接着就开始了一顿抱头痛打 弟弟指责大本 说他这么多年都没有来找过他 而目当的大本很难过 不知怎么表达情感 他站着让弟弟揍 弟弟还不过瘾 非要大本还击 最后在大闹一番后 两人终于冷静坐下 大本努力调动自己的措辞 告诉弟弟自己这些年的真相 弟弟没说啥 最终选择原谅老哥 这一下CEO彻底疯了 他跑出房间 这他妈也太狗血了吧 砰的一声 大本送掉了CEO 起身离开前 他表示自己以后会主动来探望弟弟 事后大本又换了一份新工作 开始了一段新生活 他给之前的同事送去了他珍藏的艺术品 并把钱财捐给当年的心理医生 资助他开了一个心理机构 以帮助更多的自闭患者 最后他和当年的小伙伴 继续匿名帮助之前的探员 他露出难得的微笑 驾车向远方驶去 好了 今天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叫做《会计刺客》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